郭文貴先生,你怎麼看這個主席剛剛的兩岸關係的看 對,這個大原則方向是對的,但是具體看怎麼樣的政策化,他剛才有講可行性還是很重要,具體看怎麼呈現 民黨跟國民黨現在不同,民黨這樣主的整個是何而不同,何而求同,那國民黨是哪 必同,必同,必同 求同,沒有同,不同,不同 不是,說國民黨是必同啦 對啊,你重塑很好啊,你跟主席差不多 民黨那個,民黨你剛好像有聊到說這個是,但外界也這樣看啊,說是 秘密基地,有這樣的感覺 開玩笑的啦,因為我沒有來過啊,我說哇,有這麼多房間,這麼壯觀 因為我常常來都要去九樓啊,不知道這八樓這麼大 民黨外界當然,包含這主席的有一些對手 可是我會覺得這裡是他為了準備這個總統才成立的基金會 我跟你講這個是,蔡主席不公平 他選舉的聖儀款,拿來做這個,因為以前我們新境界基金會 只有在做,譬如說救災啦,社會服務,其實沒有什麼大的功能啦 他現在在這個新境界基金會下面設這兩個中心,讓他活起來 這我們要鼓掌的啦,不要什麼,因為競爭的關係,對個人有太多的扭曲 因為每一個競爭者都在想說,他也可能贏 他贏也需要大家幫助,那別人也可能贏 那應該成人之美,不是說互相把它毀掉這樣,我認為不好 院長,你覺得剛才主席所講的這一個部分,跟您之前所提出來的這個憲法共識的這個論述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想說差異性,或者是相反性 因為抽象的原則,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基本上都是從台灣任聾出發 那我這個憲法個表也是要取代一中個表 要跳出他的框框,這個方向是一樣的 不統應該是台灣很多多數人民應該可以接受的一個論述 你哪一個統? 不統一的統 不統一的統 對,不統,可是不統 對,就是說台灣的主流民意應該是這樣子 台灣現在主流民意就是說 在現實下,其實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有很曖昧的解釋 就再看看,永遠 維持現狀再走向獨立 維持現狀慢慢走向統一也有 但廣義的維持現狀其實接近80% 那怎麼樣,政黨怎麼樣去爭取這些人 他的政策跟這些主流民意有貼近 然後又能維持自己的理念 我想這個也相當的困難,但是應該做的 維持主席呼籲大家要團結 可是呂副總統認為說 團結就好像 最愛喊團結就是希特勒跟蔣介石 從這個政黨的長眼戰力跟聖賢來看 團結是必要的 從人性跟策略來看 不團結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我們要讓整個團結呢 就要超越這些個人的策略跟人性的弱點 那對過去有不團結的這個紀錄言行 應該大家出來檢討 提出來檢討 我認為這樣其實就大家了解 這個團結的重要 不然的話我們過去的例子都會變成這樣子 每一個人都講團結 但是實際上呈現出來的言行 就不一定 院長昨天您在廣播電台上面有提到說 正式人物台面上握手台面下下毒手 然後又講到說當初 講國民黨 但是在講國民黨不要這樣講 但他們會說 好像您有意在挑撥蔬菜形成 對 那個有一個報紙這樣講 我已經更正了 其實我那一天中天裝潢 我那個天上的星星前面是政治人物 而且我很多人都講過了 那個九寶刀那個作者 他也曾經把我跟他對話講這一段的話 放在那個書的序上 那前面也是講政治人物 這是我對政治的觀察 就政治人物不能看表面 那中國歷史 或是甚至國民黨也有這樣擁抱 但事實上 不一定說站在一起就是心在一起 像馬英九 連戰 王金平 其實我們看他其實也都在一起 都充滿笑容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讓心 讓實際上心能夠接近 這個是對整個政治文化的反省 對我們台灣文化的反省 我們不要去學這些 就說基本上我們對中國的人民 並沒有敵視 但是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有些人要表達政治立場 要表達他的抗議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優點 只要我們不把它扭曲 不把它擴大軒然 其實中國都有啊 全世界都有啊 你中國的代表到美國去到什麼地方去 都有些人抗議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平常心看 那至於說他的政策 那個市政府 地方政府要怎麼樣去接受 那地方政府要去檢討 這個要看氣體內容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帶打 那基本上我們不是跟 要跟中國人民敵對 也不是說看到中國就還 我們今天台灣人民普遍不滿 是有些歷史情節 還是說他不尊重 中國政權不尊重我們的選擇跟自由 對前途可以決定的權利 那大家有些人有不滿 這個不滿也是很普遍 我們應該了解 那22億的資金 22億內容我不知道 因為沈光標也來了7億對不對 我到底是意義在哪裡 後來他回去了 有人說根本沒有 有人說沒有那麼多 這些不能用一個數字 到底是什麼錢什麼政策 我們能不能承受的 還有什麼條件 這都要配套談一談 用這樣講也很危險 好 你看 抗議有秩序的 能夠和平的來進行 這一點是我們的 黨邊的考量是什麼 沒有像過去那樣一個比較大規模 是為了整個社會的一個 這幾次來我們覺得 陳英寧每一次來那就發動大規模 那陳英寧也沒有這麼大咖 所以上一次來我們就沒有發動了 不是這一次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 面對中國的一些什麼特使大使來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 原訪他們有沒有出賣 跟國民黨勾結出賣台灣 要把台灣吃掉 這一點是我們最在意的 那所有的抗爭 如果脫緒的話 其實對台灣的形象也不好 所以在陳英寧來的上一次 我們就在內部的中執會 中常會都討論過 大家覺得還是以怎麼樣的來 讓其他多元的聲音能夠表達 如果民進黨只要一出來抗議 他們說這個是政黨對立 然後對民進黨就一開始扣帽子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讓多元的聲音 自發性的來表達意見 那民進黨就站在一個協助 協調的角色 但是只要他們在會談的過程 有任何出賣台灣人民的行為 那我們就在做一個監督的角色 就要好好的站出來 表達我們的意見 謝謝